首先的话,上个礼拜 比较重要的两个范例,基本上就是 如果抓取那个 上个礼拜主要是抓那个大热度历史资料 那总共有68页 那当然它规则还蛮清楚的,就是我们可以先用那个 request.get 那因为它的这个网址上面,其实会显示它相关的参数 所以其实看那个参数就知道一几页了 所以以后呢,如果你遇到那个参数已经在网址上面,那比较好解决 那直接get它就好了 那我们就分别把那个1到68页,其实写个回圈就知道 就是总共,上面可以看到,如果已经知道头跟尾,那就写个4回圈 你就把第一页一直抓 那第一页抓下来之后就把它串切 所以我们抓了之后,就把资料抓下来 那抓下来,你可以看上面的规则 那原则上我们是 在云南百版里面的0606这个吧 那我们就找一些规则 基本上我们后来找到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抓这个网页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里面的table 所以我上一半讲过 如果网页它是table 那通常 它的年代应该会比较久远一点 因为我发现现在新的网页,大部分都不太喜欢用table 不知道为什么,新的网页它就用DIV的比较多 用table好像变成很少 OK 那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上一半讲过 这个网站的技术很老旧,它用ASP 有没有,你点这个 这边可以看到,点个ASP 有没有 那它这个就是用那个ASP的技术 那如果你们进去,你Google一下ASP 就大概知道 那后面传参数 那所以后来的话,我们就写一个回圈 我们分别把这个网页里面的什么呢? 它的table 那因为它有ASP名称是这一个 所以它的标签名称给它 然后呢,它的类别名称给它 有没有 然后再来的话,因为这个table 先抓回来之后 所以,它因为它只有一个 或者是说它刚好在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我们用Find 然后Find什么呢?Find这个table 而且它的ASP是这一个 那就把这个 这一行的叙述 基本上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表格里面的原始码抓回来 OK 那抓回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table 这个表格里面的什么呢? 所有的TD TD就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储存格 OK,全部抓回来 那我们抓回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做分析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对不对呢? 它基本上结构一定是 一个日期 然后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总共有八个栏位 那我就分别把它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完之后就下面这些东西了 那如果说呢 我要把这些资料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第一页抓下来 串第二页 串第三页 一直串 串到六十八页 那最后呢,再把它存档 那这个资料就被全部get回来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你看很多的网站 其实大体上都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你们也可以找一些 其他网页上面 你们可以找是有兴趣的 然后 规则大家知道一下 那试着去试试看 反正就把它看 然后 这样的话呢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都抓下来 那最后呢 当然你可以统计一下 不过统计当然 如果你用Python来统计 实际上蛮麻烦的 所以后来我就改成CSV档 然后用Excel开 开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直接用Excel 就很快可以把它统计 那里面呢 我用Excel里面 很简单 就Conif 跟Cont 有没有 然后跟Rank 有没有 最后呢就可以把名次给排出来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用后半部用Excel来做 相当简单 有没有 前半部 用Python来做 相当简单 所以有时候 可以什么 结长补短 两边可以 互相呢 协同应用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结长补短 所以工具有时候 互相搭配的使用 那你会发现那效果就还蛮大的 你要知道每个工具的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那你可以按照你的习惯 可以把这个工具结合在一起 不过这边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也是常常同学常问到的 就是说呢 它的页数 我们目前是68页 所以我们for eye in range 这边 就是直接可以把它E到 然后 in range是1到69 69停下来到68 问题它资料会一直增加吗 可能会变成68 然后再69 有没有 那如果又增加怎么办 所以你要怎么知道说 它到底有几页 所以如果你用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看到的 来写 可是有同学他会问说 老师那如果说将来要增加 那岂不是我回圈要改吗 所以这个也是麻烦的地方 那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可能也这样去思考 如果你想得到 那其实怎么想出来 答案 其实有时候 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网页里面 那我怎么知道它总共有几个页面 那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这个区块 有没有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区块的原始 先抓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这个区块里面的 所有的那个什么 超连结 抓回来 然后我就知道有几页了 所以变成说要需要再多一个动作 就是如果你假设 你要知道说到底有几页的话 那你要检查 这个里面的超连结 到底有几个 那怎么知道有几个 恐怕就是要去判断一下 到底这个尾巴最后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征 因为怕是怕抓到后面这三个 有没有 那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想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都是活的 那你就要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答案 其实倒也没有 反正你想出哪一个方法 去try ok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好方法 所以这个也许可以给各位当练习吧 想想看嘛 因为 所有程式 反正我前面的sample 反正我是按照我的想法写出来的 所以后面接着你们也可以自己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固定在某一个页面 68 我可能未来会增加 那怎么办 那就是从这边可以去判断 那判断方法 不过按右键检查一下 有没有 检查一下 这个超连结 它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征 我怎么知道它是最后一个 ok 因为比较麻烦 这边还有三个 它避开是 所以你只要找到这个 跟这三个的差异 然后呢 避开 不要抓到第一页 下一页跟最末页的话 那基本上 就可以知道最后 或者是说什么 寻找 寻找第一页的前面这一个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自己去想想看 这个 因为需要花一点时间 ok 所以 只是说哪一个方法 城市写最少 所以有时候我会多写几种 发现 第一种可能城市要 判断的太多 那第一种不ok 换第二种 换第三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所以这个 比较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试 ok 所以理论上 同一个城市 可能会试很多种方法 最后给各位看到的应该是 我找出来应该相对是 比较简单的城市 ok 当然如果你 你看过程当中 你说老师 我的结果比你更简单 欢迎你可以告诉我 欢迎 因为我觉得城市 当然是越写越精简 ok 没有人说城市越写越复杂的 可是没有一个人说 你第一次写城市 就马上可以写出最精简的 而且 最没问题的城市 通常是不断的去揣摩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看到我那个城市 有的时候是经过很多个版本之后的 ok 所以每一期上课 有时候我每一次上课 又会看 又想到 对这样 又会自己在推翻 自己以前写过的城市 ok 当然 你们以后也是类似的 我写的城市 你也可以再去思考看 有没有办法写出 你觉得更好的城市 如果可以的话 那表示说 你的城市的能力已经在提升了 而且 如果你的城市撰写是有经过思考的 那 这个东西 就会是你自己的 不然的话 你们也会变成说 你一直是被我框住 你会一直想说 到底老师 就是怎么想要怎么写 永远都是我的逻辑 那 如果你叫他写得很顺 慢慢你要改成 用你习惯的写法 来写城市 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的 我其实感受得蛮 因为我最早我觉得 刚开始在写城市的时候 菜鸟工程的时候 我还一直在想说 别人怎么写 别人怎么写 谁怎么写 哪一本书怎么写 然后呢 就会觉得说 哇 好像要看好多东西 参考很多东西 然后一直写不好 一直觉得好像写得不够理想 而且喔 每一次 即便写一样的东西 每一次的版本都不一样 感觉好像奇怪 为什么自己好像有精神分裂一样 为什么同样的东西 我可以写好一些版本 那我后来发现 改成用自己的想法 去写的时候 反而发现 这样写出来的城市最好 因为一看 好亲切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完全不用去 特别去辨识 这个就我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写的城市 就会有我的style 有没有 这应该是吴老师写的 有没有 OK 应该没问题 如果有一些是 这吴老师应该超别人的 对 因为他写的好像style 不太一样 对 如果有的话 如果你讲这看 有看出来的话 今天可以跟我讲一下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 其他想法 也可以试试看 这是上礼拜的大乐透这一题 另外我们好像又讲了一题 就是有关抓雅虎古市 那我们雅虎古市一样 我只有给各位抓水泥类骨 那可是其他类骨的话 结果马上就有同学 回去就试了 那好像试有问题的样子 就是我们雅虎这个 因为他基本上跟大乐透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因为大乐透是一二三是一直接着的 到六十八是连续的 可是呢 我们往上一层 这个是水泥 上一层是这一页 这一页 那你会发现 假设我要抓上四类骨 总共这一些 那你会发现 这一边呢 他当然理论上 我们原来预期 他应该是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他的王子应该是 这有没有 Sector ID等于1有没有 那理论上2的话呢 应该就下一个 3就是再下一个 不过后来同学回去试发现 他好像不是连续的 这是3没错 123OK 4也OK 但是5好像不是 变7好像变直接跳6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的话呢 理论上这一个应该是变7 他这个是7 可是在下一个好像他又 他又跳了 所以他 这地方变跳37 所以他变成他不是连续的 OK 所以如果你讲是1抓到52 很抱歉 你会 要不就是没有资料 要不就是会抓到别的网页的资料 那就不对了 所以有同学会问说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解决 其实解决的办法 其实也是我刚刚讲的 要是我啦 我来解这个问题 但如果有别的想法 你如果有别的更好的方式 那欢迎你告诉我 那我想到的方式是这样 我先把底下这个区块 一样 把这个区块先框起来 我要先确定 他们这个区块 到底放在哪一个标签里面 然后我把这个区块里面的东西抓出来 找到它里面的所有的超连结 有没有 那所有超连结我再去把它取出来 然后抓出里面的资料 那不就OK了吗 所以呢 我们只要做到一件事 第一个 这个区块 放在哪一个标签里面 有没有 第二个的话呢 再去找它里面的名称 跟它的超连结 如果只要做到这两件事 后面应该就好解决了 只是说要怎么做 那不难吧 这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有没有 所以第一 这个区块 所以你们待会如果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水泥肋骨的上面这一层 那边有个叫什么 肋骨抱架 OK 然后如果你只是要这一个 上肆肋骨的这个区块 里面到底有几个 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多 没有52个 所以这边有5 1 2 3 4 5 6 7 35 3 6 3 7 3 8 38个 OK 所以有38个超连结 那我要怎么取出来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在水泥肋骨上方 1 5 检查一下 OK 第一个步骤 那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超连结在这里 那你往上一层 你会发现 基本上 它这边会显示出来 原来它放在哪一个呢 放在这个 这个是UL 有没有 还记得吧 UL 其实是一个项目清单 那项目清单呢 有没有 UL 那里面的清单一个一个就是LI 它的关系 我上面要特别特别解释 有没有 UL 其实对应的就是Table 这以后 你会发现 很多网页很喜欢把UL 取代Table 然后呢 所以UL取代Table 然后它下一层就LI 取代 它那个Table的下一层就Table 列 TR 那它里面的资料呢 它放在DIV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你假設有那 那如果是Table是TD 有没有 所以这边是UL Li DIV 有没有 如果是Table的话 Table TR TD OK 这概念如果有的话就够了 我觉得有时候 当然你要学的东西 当然很多啦 不过我觉得你要全部学完的 可能还要花很多力气 所以最重要的支持还是要抓药 抓最重要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自己再找一些 这边相关的参考书来看看 OK 好 大概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 所以呢 我的想法这样 第一个 我把这个URL抓到 然后呢 抓这个资料的话 如果是第一次出现 那用Find 如果 如果它不是第一次 那你要看它跳第一次 那所以URL 一个 或者是说用KS 那KS 我查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KS 这KS点两下 那你按复制 然后我需要Ctrl F Ctrl F就寻找 寻找一下这个东西 Ctrl V 贴上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呢 它基本上 这个KS 因为这个KS 总共有五个 也就是说 你这样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一个 那这个下面一个 这下面有一个 所以总共应该五个区块 对 应该没有问题 5个URL 对不对 那它刚好在第一个 所以如果第一个的话 那我们用Find就可以了 所以Find 这一个 UL 那KS给这一个 把它直接贴上 就OK了 那抓到的话 就抓到这个区块 那抓到这个区块之后的话呢 我再把这里面所有的A抓回来就可以 A这个 我们不用去管那个LI跟DIV 反正如果抓 UL里面的那个超连结 然后一个抓回来 然后 A里面有什么 有名称嘛 名称就是水泥 所以把它的Test抓回来 然后把它的超连结抓回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 所以这个的话 应该跟前面那个 其实跟我们最早抓网页资料 那个 新闻网那个还蛮像的 有没有 先抓这个区块 好像那个Edit Day那个也类似 就是抓这个区块 然后再把里面的超连结抓出来 有没有 再把它列举出来 所以这个程式嘛 我好像把它写完了 我看一下 我这边开一个新的 你们可以找一下 我好像有把那个我写完的 刚刚讲的这一些 我好像有试写写看 因为马上同学很认真 这个回去 上以来回去 马上就制作了 马上就提问题了 我就想 这个也许我自己也想想看 然后最后的话 我把这个原始码 在这里 应该是 这个区块 对这个 自行改为那个Excel 或者是抓其他类估资料 然后我就 这边底下有一段程式 就刚刚讲的这个 总共有几行 是六行而已 然后呢 这六行里面做什么呢 这六行里面不外乎就是 用那个 上面好像我们还缺 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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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从其他地方补 补这两行 这两行可能要自己 自己再把它补过 因为上面没有加那个 那个 那个 跟那个 beautiful shop OK 那这样子这两行补上去 就OK了 所以总共八行 那我就是 第一步的话就是这四行是固定的 就是request跟beautiful shop 那第二个就是find 那find的话就UAL 标签UAL 然后呢 它的class就这一串 那这一串怎么来的 其实这一串就是从那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Yahoo的这边这个class 把它快点两下 你可以点两下 然后按右键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复制到它的那个 有没有 第二个参数 就是这个class 所以是 因为呢 我是抓第一个 所以用find就可以了 OK 不过如果你假设要 抓第二个以下的 那你就不能用find 因为find只会抓第一个 那你可能用findall 然后findall 回来可能有五个 那你就把五个看你要第几个 也是可以吧 OK 所以 基本上 用来用去 其实就是findall 就很够用了 说真的 那你说有没有其他方 有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边够用 暂时我觉得你也不用学太多 万一学这么多 你用不到 你早就忘 你可能很快就忘记了 所以呢 这些应该还蛮 而且我觉得它语法还蛮好记的 不用特别死倍 OK 然后底下的话就findall findall findall什么呢 我只要抓a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面总共我刚刚算过 有38个 OK 所以呢 我就把38个a a就超连结 那a里面的话 点test就是它里面的文字 然后gethref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 gethref 那就是它的超连结 所以呢 我就把它的点test抓过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超连结 输出的话 它会缺一个东西 缺什么东西呢 它会缺前面的那个http 所以你们可以 我把它print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诶 这边 换一个斗点 所以前面是名称 后面是超连结 那你会发现喔 哦 出来总共 有没有看到睡衣 有没有 然后它的网址 斗点 后面就是网址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id等于1 等于2 诶 5没有 结果为什么没有5呢 它这顺序有点怪怪 我不知道它 这工程是要写 那网页到底什么逻辑 你看这12345的照顺序 它就是不要 它是调整 还是说它那个有调整 我不知道啦 反正这个 不管喔 那只是说它的超连结有个问题 它里面的超连结 前面少了一个什么 这个网站的 有没有 所以你要把这个前面那个网站的网址 把它再串到前面来 它串很简单 就是再把它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https 然后那个雅虎的股市 然后把它串在前面 就行 这样就有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它的王子 所以 那你既然有这个清单38个 那你就怎么样 一个一个把它抓下来 一个一个再把它解析存档 串在后面 这样不就可以把雅虎股市 上市 应该这个只有上市的 就是有这个缺 上市累苦 这边 全部都抓回来 你讲说老师那都练习完了 那怎么办 没办 底下还有 总会有五个区块 如果你五个区块 全部通通可以抓下来 存档 那表示应该没问题 而且这应该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要拿来做一些 做一些理财 分析的话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自己抓 网路上的股市资料 常抓这个 但很多人不会抓 我们已经把它抓下来 OK 所以试试看 那方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我刚刚写 所以上礼拜同学问的问题 那个 理论上这边有一个参考的答案 那就是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把这两盒给补上 你们可以在云端白板 0605的第几页 我看一下 第九页的地方 0605的第九页 就是这边 OK 然后 基本上这八行 这个八行里面其实就是 不外乎就是抓UL 然后再抓UL底下的A 这超连结 然后再把A里面的文字 跟它的超连结抓回来 那前面少了网站的那个HTTP的那个开头 所以我前面又在串一个 所以 这八行大概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 其实目前来看 如果爬虫 真的 这个Python的优势 真的就是它程式是相对的减短 而且 叙述其实还蛮容易的 OK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不方便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跟Excel做结合 因为我发现 现在很多 像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最好还是会很喜欢 简单的事情 有没有 还是会想要在Excel里面 资料已经抓下来了 我总不可能说 我只要抓下来 我做统计分析 我还很命苦的 在用Python写那个程式 对 但也可以 只是我觉得 习惯上还是会在Excel 里面做一些处理 所以 怎么样再把它丢到Excel 这件事情 好像大家觉得蛮关心的 那要怎么做 我觉得 最简单的方法 要不就是你先存成CSV 应该CSV 应该是算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再用Excel把它开起来 要固然的话 有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直接Excel Excel可不可以爬虫 也可以 所以有些简单的爬虫 我觉得在Excel里面爬 直接就在Excel里面的 你就不用说 还要分两阶段 前面先开Python Python开完之后再开Excel 那感觉好像没有连贯性 不管 反正就是 怎么样达到你的工作最流畅的目的 其实 都是好方法 就像你要到高雄一样 你要怎么去 直接搭捷运 再搭高铁 再搭台铁 还是说直接就搭 直接就去台北火车站坐台铁 直接就可以坐到高雄火车站 对 OK 哪个比较快呢 可能 你有可能要考量到那个额预算等等 其实工具也是一样 你要怎么样 这个 善用 活用的工具 恐怕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每个人需求也不一样 OK 所以这个恐怕就是思考 那 如果以目前来一看 Python要去抓那个所有雅虎股市资料的话 那可能就多一个步骤 就是去抓那个UL的部分 OK 所以请各位也可以练习看看 然后我就把我刚刚的那一段程式嘛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0605的第9页的地方 OK 那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更好的解法 欢迎你再告诉我一下 OK